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类基生虫有一个很大的特别 就是整个生活周期会不断的移行 也就是包括虫轮 弱虫 成虫 幼虫在内的四个阶段 会根据所处阶段的不同分布到动物身上的主体器官中 所以说当我们发现狗狗出现眼线虫的时候 那么就证明狗狗很有可能不止眼睛这一个地方患有寄生虫疾病 很可能全身上下各个能够被寄生虫寄生的器官都有现出 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使用效果较好 并且较为安全的去容量进行去除操作 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使用超可信 根据当前的体重选择合适的规格 每两周使用一次 连续四到五次才有可能将这种疾病治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